火層炎 炎脂的循環是這樣 它可能是可以換來換去 但這個東西不像水的山菜那麼快 它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給它幾百萬炎 幾百萬炎 好 那回來 你看 31頁 斷層的結構有哪幾種 三種 正斷層 逆斷層 平易斷層 什麼是平易斷層 平易斷層跟我們前面講板塊運動的時候有點像 它本身就是錯態的 正斷層 那什麼是正斷層 就是上 張裂性 張裂性的斷層 就是地面上看到的 地面上看到斷層的角度會大於90度 地面上看到的斷層會大於90度 斷層的角度 好 這是一邊 另外一邊 喔喔喔喔 有聽懂 然後這個角度帶有90度 那這個比較容易也是 當你拉開的時候它斷掉了 斷掉它因為重力的關係它就往下掉了 拉開它斷掉 那你會不會想說 那不然你開為什麼斷開成這樣子 就直接張裂就好啊 沒有骰子 沒有相同 因為裂子在使用更大的力量 喔 這樣為什麼 這樣才能當好多漂亮 這樣才能當好多漂亮 這樣會使用比較多的力量 就是 在拔一個東西的時候 然後 然後 拔一個東西 拔開的時候 是 比較平的 它比較平的 它比較平的 你曾經 拔斷的時候是 這個形狀多呢 還是這個形狀多 都不是 都不是 那是 會不會的形狀 好 我覺得他們自己這樣多 如果 因為什麼 因為什麼 因為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自己這樣多 就是 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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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工具拔開的時候 不會做 嗯 那你真的想說 這東西是 這東西是 我覺得也是機會的必要 它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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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 這也有可能 對不對 這樣子 滑動 對不對 有可能是這樣滑動 對不對 但是它形成 剛剛好是 垂直的 唉 有困難 基本上它有困難 就是血 簡單來講 是地球上 表面上要找到 那個堆疊 就是很平行的 本來就不太多 因為地球的變動 它本來就很難 不然變成平行 所以通常來講 這樣子 裂開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個角度 不管是 鞋子腳都鞋子腳都OK 就是 就是正斷整理 那 腿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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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髮 刺單 它不ción 什麼 zet 斷疾呢 有 屎 一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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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中間皺褶起來 可以 可以嘛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我們剛剛講的嘛 向邪跟背邪不就這樣形成了嗎 當你中間沒有所謂的斷層的時候 它就形成向邪或背邪嘛 不是嘛 就皺褶啊 對不對 你這個你往打角度來看的話 這地方是什麼 這地方不就向邪嗎 對不對 這地方不就背邪嗎 是不是 所以其實是有可能的喔 它不見得已經裂開 不見得已經裂開喔 裂開我們就斷層喔 那其實不裂開的話 像這個折奏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有向邪折奏跟背邪折肉 它就是同樣的事情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那個三十夜的解禮 那什麼又是解禮啊 原始受力產生破裂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聽沒有懂 我也是有聽沒有懂 延遲受力產生破裂面 它跟那個斷層有一個大不一樣 延遲受力後產生破裂 但是它有相對的移動 相對移動呢 就形成正斷層 逆斷層 跟平底斷層 對不對 那它沒有相對移動 什麼情況之下延遲受力之後產生破裂面 但是卻有相對移動 它相對移動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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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柴玉亞今天到現在沒有主動的 表示過真的意見 對呀 相對移動的原因是什麼 相對移動的原因 原因 對啊 原始受力產生破壞 它有相對移動的原因是什麼 例如定一段層 正段層 跟平底 來 平一段層 對 平一段層 三瘦 好 那結理他就寫說 淹石受力產生破裂面 但是沒有相對移動 那什麼情況之下 會淹石受力產生破壞 那誰說 那誰說 可以嗎 會很快喔 剝水 淹石會剝水 OK 可以這樣講 類似像熱鬆妳說 它只有受力產生破壞 但是剝水其實也是想蒸發 或者是 或者是受所謂的水的力量的影響 它產生破裂了 產生作用了 可是它沒有平移 沒有平移啊 沒有移動啊 那兩邊沒有所謂的位移的問題 所以沒有相對位移的話 它就沒有所謂的張力的問題 好 這種狀況我們要解禮 那像 那個 第二個它講的聲音 那部分它講的 原石正讓妳說 是能柱狀協力 這部分我們在那個 豆腐牆 那邊有看過嗎 有沒有看過豆腐牆 沒有 你沒有去豆腐牆 沒有 你沒有去豆腐牆 剛剛我沒有去看過嗎 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 你有去過那個什麼 在北關那邊也有啊 北關那邊 北關就是在那個什麼 頭城再往北一點點 那個海邊啊 如果你們看過那個 地面的那個石頭 就是這樣一塊一塊 變這樣一塊一塊的 那是它主要是熱鬧很多的影響 那行程頭的 它有自動激勵 它就是變得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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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 嚴格來講是 應該是裡面的東西喔 它有雜質 它當作形成的時候 它石頭不會那麼剛好 就是說 行程的時候 就完全是均質的 它有雜質 上面講過了 這是 嚴漿 嚴漿它冷卻的時候 它會瞬間冷卻 不會 它會慢慢冷卻對不對 它冷卻到佛丁的程度的時候 有些岩石就開始凝固了 對吧 因為每個岩石的溶點不一樣 所以冷卻到佛丁的程度 有些岩石開始凝固了 它就形成 這個石頭裡面的 一種成分就出現了 那另外一方在凝固的時候 別的東西就要凝固在那個縫隙裡面 所以它就形成一個特殊的一個結構 這結構就講的 我們講的就是它所謂的接引 這個結構你可以看到 它後面有取個力 這樣你可以在海邊去石頭 去河邊剪到那種 所謂的中間有白色的 白色的石頭 有剪過嗎 有 沒有的話我們這邊也有範例 你記不記得 他不是拿出來做的嗎 對啊 像這個喔 你看中間這個有白色的 有這個白色的縫縫啊 好就可以說 這個 黃色這種石頭在形成的時候呢 它中間白色其實有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結構 然後它融結的時候 它在形成的時候 它就先結晶出來 就先融結性結晶出來 它慢慢在結晶別的東西 所以它變成不一樣的結構 所以它硬度也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中間這一層比較硬怎麼樣 有沒有 它被磨損的時候 從這個就可以看到 在旁邊這邊 比較容易被磨損 所以中間比較凸有沒有 好 所以中間這個比較硬 基本上它是應該是比較 結構比較穩固 結構比較穩固 這也是一樣 這個 這看不出來就是哪個比較 比較 白色還是它的本體 白色是本體 然後咧 這不是 有可能 這也有可能 這也有可能 這我也不知道 它形成的時候 有太多原因 因為像這個結構 我覺得 這個比較像是沉滴的結構 感覺上 可是沉滴的結構 它中間設了一些 實音在裡面 這個實音可能是後面結晶出來的 那它結晶出來之後 它實音反而比較硬 沉滴的比較軟 它不要被變形 然後被破放 好 所以第三章大家就是這樣 OK 回去大家考慮 31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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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的部分呢 32很有問題 32很有問題 32 大家回去研究一下 好不好 下禮拜 最好是 上次有人同學提過 最好是 大家看了課本之後 都提出一些問題 每個人提出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再討論一下 好不好 好 就是讓大家當當問題學生 對 當 當成問題學生是一個好事情 好 問題 快 公當成問題 你應該講話 你應該講話我就對了 你應該講話我就對了 你應該講話 什麼 你應該講話